大家好 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从这一期开始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对周立波所讲述的 他和某某之间的这个故事 周立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详细的讲述了他在美国的遭遇 他说在2017年1月18日那一天 他去拜访他新认识的这个朋友某某 在他们家 像以前他去他们家有数的几次一样 某某向他展示 他所收集的那些个武器 某某呢 坚持想送给周立波一支手枪 周立波说 我不要我不要 因为我没有枪证啊 等我有了枪证以后再说吧 他说你得要啊 万一要是警察 这个发现了的话 你就说是我的 果真 离开他这个朋友某某的家 几分钟而已 就被警察拦下 警察拦下之后呢 发现了他车里面的一个枪套 继而发现了 这支枪 周立波呢 当时就想到了他这个朋友 他试图想给某某打电话 但是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 在情急之下呢 周立波就忘记了 给这个朋友呢 微信语音或者 发微信短信 特别奇怪的是呢 周立波当时 没有向警察说这个枪不是我的 他没有按照某某的嘱托 来说 跟警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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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枪不是我的 是我的朋友某某的 他没有 之后呢 他和唐爽 被带到了警察局 再之后呢 周立波的朋友 律师朋友 莫虎 把他保释出来 周立波见到莫虎之后呢 第一句话就是 大哥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呀 这 非常的合情合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对不对 在里面待着期盼着朋友来捞自己 结果呢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当朋友来的时候 你就会说 大哥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之后呢 他们就直奔了某某的办公室 某某 拿出来了七万 美金 给了莫虎三万 给了唐爽的律师三万 不太清楚 为什么唐爽的律师 也跟得到了他们的办公室 完了以后呢 周立波他们就回了家 回家之后第二天 周立波想联系某某 问清楚 为什么那个枪到了我的车里的时候呢 发现就联系不到 他这个朋友某某了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周立波 因为他这个朋友的这个枪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他为什么 见了某某之后 他的第一句话不是 小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一句话 而在他 他去了他办公室 他给钱呀什么的 这整个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周立波都没有问他 我有点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这是我在这个视频当中 想提出来的两个疑问 一个就是 既然他的朋友某某 嘱咐他了 如果见到警察的话 要跟警察说 这个枪是我的 那果真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到了警察局也不说 为什么见了某某之后 当天不问问他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把我把这个枪放到我的车里 而要等到第二天 才要想联络他 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呢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也许周立波以后的故事里面 会为我们解答这两个疑问 我在下面的系列视频当中 会提出来一些个 其他的疑问 敬请期待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